如何用四種辣椒煉製 浸潤玻璃耳葉的紅油 它是有種焦糊香 烹製川式裸 為什麼會用到三種桂皮 每一種桂皮 所期到的作用它不一樣 看似普通的薄荷 如何在烹製盤濃膳時 發揮妙用 色香味要具全 敬請收看 我的家鄉菜綿羊篇 如果說麻辣鮮香 清鮮醇濃 是川菜的外在表現 那麼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可以說是川菜的內在靈魂 這樣的靈魂 已經烙印在四川綿羊大廚的 日常烹飪中 無論怎樣平凡的食材 在綿羊大廚的手中 都可能演繹出 別具一格的 美味佳肴 尋常可見的豬耳在綿羊大廚的手中 如何做到如玻璃般晶瑩透亮 哇 這一片就下來了 我們透過這個光可以看 整個那個豬耳朵的紋理 都能看得很清楚 做好紅油 川菜不愁 製作川式紅油的秘籍到底是什麼 酥油有很多講究 咱們的油溫要在230到240度左右 烹制川式魯鹅所用到的三種桂皮 分別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在你的記憶當中 含有很濃厚的香味 我還想再吃點的那種感覺 回味無窮 煎魚打蛋 不如火燒黃扇 川菜大廚會如何改良一道 充滿童年記憶的火燒黃扇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這個鮮魚 所有的東西都是火燒燒出來的 味道調查員帶您走進四川綿羊 品味屬於綿羊人的家鄉好風味 人生鼎沸的菜市場 是每一位大廚烹制美味的起點 王哥 早上的菜市場這麼熱鬧啊 對 這是我們當地一個 比較有特色的一個菜市場 走吧 我們去看看 王成 從廚二十餘年 擅烹江湖菜 在他製造的味覺衝擊中 有著讓人意想不到的大開大合 與峽谷柔情 所以王哥我們今天是要買 今天就買這個 豬耳朵呀 對 我們挑豬耳朵的 首先私下的手感 粘不粘手 厚度均不均勻 豬耳朵是頗受刺川人喜愛的食材 傳統做法大多是切絲涼拌 對於驚嚴江湖菜的王大哥來說 豬耳朵其實有著稱為大菜的前置 當然 這還需要 眾多輔料的合力加持 比如單是乾辣椒 王大哥就精心挑選了四種 他們將以怎樣的方式賦予豬耳朵 與眾不同的氣質呢 那我們這些食材都已經到位了 接下來應該要幹嘛了呢 我們先要把這個豬耳朵 把它多油的部分把它下掉 方便成形 這樣差不多了 好了 接下來就通過這個炭火爐 溫火來煮它 炭火它燒出來火要溫一些 另外一個它煮出來的豬耳朵更有骨氣 土爐炭火之上 幾味去腥腐料入清水 豬耳朵垂直下鍋 先燉煮肥厚的耳根 再讓湯汁浸潤薄嫩的耳葉 這樣才能保證 整隻豬耳的熟度一致 溫火慢微 豬耳朵的肥魚糯香 緩緩釋放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玻璃耳葉 玻璃耳葉 聽這個名字就覺得很神奇 玻璃這個怎麼達到 我們下一步要給它壓制 得拿什麼東西壓 還得用一個工具 王哥這就是你說的小工具 這個也太大了吧 這是我們釘子的一款 你試一下 完全猜不動 行 那咱倆先抬一下 慢點 小心 太沉了 為了馴服這十多隻豬耳朵 王大哥下足了功夫 三十多千克的鋼板 加上兩個多小時的壓制 彈性十足的豬耳 能被順利馴服嗎 王大哥看起來自信滿滿 他的心思 已經轉移到下一個關鍵步驟了 那趁現在我看咱們準備了這麼多種的辣椒 我們是不是應該處理一下了現在 我們先剪 這種就是來煉製我們的所有辣子 在川菜這個涼菜裡面 考驗一個師傅手藝的好壞 關鍵就是這個紅油 以菜籽油和乾辣椒為主料的川式紅油 唇香鋪 濃郁厚重 是川菜烹飪的重磅調料 無論是脆爽的怪味燈飲魚片 嫩滑的紅油涼粉 還是綿軟的紅油涼拌雞片 只要有了這勺川式紅油 地道的川味會立刻征服人們的味蕾 哪一種辣椒需要多一點 這種就是每家的配方比例它不一樣 咱們主要是二斤條 每一位川菜大廚都有自己的紅油秘方 王大哥的這款紅油用到了四種辣椒 下一步呢我們要幹嘛了 炒製 小米辣厚重 二斤條平和 柱皮椒濃香 朝天椒熱辣 好香啊 辣 好嗆 好香啊 這個是有點 它是有種椒糊香 但是辣的那個味道 一下子就沖出來了 這個辣煙 熱鍋中他們彼此激發 釋放出層次豐富的香與辣 下一步我們就給它倒碎 好 高溫備制後的四種辣椒碎 在傳統石舊中反覆沖倒 整個過程 王大哥專注名神 不急不躁 當辣椒碎全部化身辣椒面 紅油的煉製才正式拉開帷幕 我們用的菜籽 是這種黃菜籽 它的產量更低 但是它的香味和味更好 蘇油呢有很多講究 第一 咱們的油溫 要把它燒到在230到240度左右 這個很多掌握不好 就會燒燃了 濃醇的菜籽油 燒到恰到好處的溫度 薑蔥浸潤其中 散發各自的新香 撈起來 然後再把油溫升到180度 為了我們的辣椒 能夠充分地體現它的糊辣味上色 然後就是增辣 熱油終於備好 些許白芝麻增香後 王大哥說 辣椒面的加入分三次完成 第一方激發胡辣香氣 第二方煉製紅油色澤 第三方釋放辣椒烈性 此時終於達到 噴香富裕的頂點 是時候讓主角玻璃耳葉出場了 朋友們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 在這個鋼板底下 壓了兩個小時的豬耳朵 會變成什麼樣 一 二 三 這算是可以了嗎 可以了 豬耳朵它整個變得很均勻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的重頭戲 叫玻璃耳葉 它到底玻璃在哪兒 這就考驗我們的刀弓 刀弓也是王大哥 二十多年練就的硬工夫 左手壓緊耳葉 右手持刀推進 刀刃的角度 力道的強度和順勢而為的心態 都影響著一片耳葉的最後身形 哇 這一片就下來了 我們透過這個光可以看 它確實很薄 像玻璃一樣都是透的 豬耳朵的紋理和它的骨頭 都能看得很清楚 不到一厘米厚的豬耳朵 在王大哥的摒棄凝神與小心翼翼中 最終化身為這一片片薄如蟬翼的透明耳葉 每一片都是一位職業廚師的身心投入 與情感凝結 王哥已經把豬耳朵都片成了這樣的薄片 最後為晶瑩剔透脆彈細嫩的耳葉 澆上一勺精心煉製的王室紅油 從清爽到熱烈 玻璃耳葉的豐厚滋味扑面而來 我們的玻璃耳葉終於是做好了 它這個一口嚼下去 你能嘗到耳葉外側膠質滿滿的感覺 對 我們真的不能小看 每一道看似簡單的一道菜 作為我們烹飪這個工作者 不論大菜還是小菜 都要精都要細做 我們每一個步驟都不得麻糊 這樣我們才能對得起 我們自己的這份工作 一盤玻璃耳葉 一份別緻的綿羊味道 二十多年風味江湖 煉成的不僅是烹飪技藝 還有一份職業敬畏 甚至生活的百般礦味 也融化在這透亮與濃稠的滋味調和中 滷味是中國人餐桌上共同的風味烙印 滷味的天下千變萬化 氣質各異 對於各式各樣的滷味來說 最關鍵的應該就是擺在咱們面前的這些滷湯了吧 對 這個太關鍵了 曾哥你做穿滷這麼多年了 今天咱們就看看 你這個金舌頭能不能嘗出其中的一些細小的差別 這個難度有點大的 在綿羊的穿在江湖裡 低調的曾雲金深藏不露 三十多年來 他心無旁駕 專攻滷味 對於滷湯的滋味 曾哥的舌尖就是一把細膩的標尺 八個和杯子的特有的香味在裡邊 第二個 小火的香味特別的突出 第三碗 純粹是一個苦澀的味道 油菜的搭配不恰當 第四碗 這個也是一種苦味 一頭的湯色熬得太老 我現在覺得這四碗對我來說 都沒什麼區別 第五碗是老滷嗎 對的 有種肉香味 不僅有肉香香料的味道 融合得特別特別的好 想問曾哥 你做穿滷這麼多年了 你要是給穿滷下個定義 它最大的特色和特點是什麼 生命 既然神秘 自然不是一兩句話 就能講得明白的 為了探尋其中的奧妙 曾哥首先帶著味道調查員 來到了綿羊郊外的一片水塘 燕蛾 我今天帶你抓蛾 什麼蛾 這個蛾屬於灰蛾的一種叫燕蛾 燕蛾 古老的家禽品類 羽毛灰黑 個頭挺拔 體質結實 這放養的燕蛾可謂劍步如飛 要捉到一隻還真不容易 要不我們現在就趕緊去抓吧 走進 突擊一下 好 曾哥 走 非常棒 它這個鵝我們選它的時候 它有什麼點需要我們注意的 實驗室看它的羽毛的豐滿度 嗯 這個就是說在一百天一上 你窩裡頭 狗頭打嘛 它的肉質就會緊扎 我們今天這一隻鵝夠了嗎 這一隻我肯定有點少 海底露巴里 還要繼續抓 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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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了 咱們廢了半天劑 終於把今天的食材搞定了 這個好像是咱們今天早晨弄的燕蛾 但是旁邊的這個也太大了吧 這是廣東里石頭 我看咱這個蛾已經處理得還挺乾淨了 咱們是不是可以直接下鍋了 我們還要再進行一道清洗 取出喉管後 還要清理蛾的鼻孔 拔出蛾蛇 活水沖洗 裡裡外外 上上下下 每隻蛾都來一次通透清爽的全身域 隨後 它們即將迎來一場 頗為複雜的風味浸潤 下一步我們就進行香料的配置吧 有沒有什麼是您獨門拿手的必加的一些香料的配方 獨門算不算 只是說比較注重用鬼皮 桂皮最早被人類使用的香料之一 它的香氣富裕而微妙 入口柔甜 回味又微辣 在滷味的調製中 桂皮是當之無愧的主角 我們這兒用了三種桂皮 每一種桂皮 揮發出不同的香味來 爐湯當中所起到的作用它不一樣 你看像下邊最大這個 是油桂 在爐湯當中 起到鹹香的作用 在你還沒入口的時候 聞到它就有一股很濃郁的香味了 鹽桂是起中香的作用 你在聚焦的過程當中 這種香氣它會瀰漫到你整個的口香 這個卷的這個是 柔桂 口香 我還想再吃點這種感覺 回味無窮 曾哥的滷味調配 一群君臣佐始的古法辯證 桂皮為君 其餘諸多香料 是其對味道的貢獻 主次有別 平衡搭配 其中的用量分寸 那就是曾哥真正的秘密了 快看看 我們曾哥把這料打得多細啊 它洗來是讓香料更容易出味 混打有序的香料 是曾氏滷味的基底 接下來是增色環節 老造鐵鍋 黃冰糖上陣 隨著柴火溫度上升 糖色也從淺黃變為深厚 一旦到了那個 由經驗拿捏的臨界點 必須果斷出鍋 曾哥 我們現在糖色炒好了 你手裡端的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剛才咱們弄的鵝油 拿來提煉成瞬間的鵝油 別小看著鵝油 在曾哥的滷味調製中 鵝油的作用不可小規 起一個風口的作用 就是讓鹵湯的溫度 和水分的散發不得那麼快 朋友們你們快看 好大的一口鍋呀 你為什麼會選這麼大的鍋 我的個子大嘛 一定鍋要選大 鹵湯要寬 鹵出來在每個部位才雲起 大鵝配大鍋 對的 下一步我們要幹什麼 調鹵湯 大骨熬製的高湯 精心炒製的糖色 再來一點蜜製的調料 熱氣蒸騰中 曾哥凝神發力 攪拌均勻 讓鹵湯有了踏實的底色 可是直到這時 那些早早準備好的蜜製香料 卻依然沒有入場 曾哥端上來的是一盆老鹵 船鹵必須要有老鹵的 老鹵為什麼香呢 裡邊因為有什麼 前期它已經燉了很多的東西了嘛 你看它的濃縮度啊 還有鎖子啊 都就比較要深一些 老鹵本來就是一個靈魂 但是這個又不能燒又不能丟 我們還必須得加進去 老鹵加持之下 新鮮的料包壓住登場 蒙火助力滋味濃醇而熱烈 曾氏鹵湯大功高成 現在時間到了 開始下午了 下午一定是一直一直地下 要輕放 肥瘦的大鵝滑入沸騰的鹵湯 曾哥依然不敢停歇半秒 只有來回翻轉鵝身 這一鍋鹵湯的綿長滋味 才能一點一點進入鵝肉的激勵 要上鹵湯把溫度均衡 讓它更好地入味 我們要淋幾次 反覆煮三次 那我們總共得鹵多長時間 八十五分鐘左右 極致大鵝逐一提起 滾熱湯汁交零後 再沉入鍋中進鑄 如此反覆輪替 第二次隔了四十分鐘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下鍋吃我長了 現在它整個顏色就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 它變深了 六十分鐘了 需要下鍋水了 針對每個部位 掌握到它最佳的口感 夜色漸濃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浸炸與滋潤 無論鵝身 鵝翅 還是鵝掌 鵝舌 都出落得油亮而噴香 每一個看著都很好吃 濃濃的香味 慢慢地嚼 慢慢地拼 我師父施政良 在要求我做鹵味之前 就一定要熟悉 每一種香料的味道 我就一直要堅持 一直要煮到滿意為止 只有用真正才能做出更好的美味 極致的味道 風吟充沛 百轉千回 卻又不著痕跡 如同這一盤讓人唇齒流香的鵝 幾師在歲月 記憶的磨練與心智的沉浸 都化於這一抹無形的滋味 以及從心裡感知到的暖意 綿陽市浮城區 楊家鎮的柏林灣村 山水宜人 荷塘遍布 一大早 荷塘就熱鬧起來 三哥 你們都在幹嘛呢 來砍砍砍 大家都在這個泥地裡邊摸 對 砍砍 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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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鮮魚 熱鬧爽脆 羅建平對烹飪 有著孜孜不倦的熱愛與追求 如此上好的本地食材 他自然不陌生 應該是這樣抓 抓頭 捏住 這個大 這個大 這個好大 看 這個荒山就是最好的一看吧 最好的 荒山荒山要荒嘛 然後要有這種麻子點點 小斑點那種 對 綿陽城區 鬧中取靜 這裡是三哥的料理實驗室 心香繚繞中 三哥的烹飪靈感 經常在不經意間醞釀迷發 不過這一次 味道調查員想給三哥來點狠的 三哥請看 公平起見 轉起來我隨機扔飛鏢扎 扎到哪個 我們今天做哪個怎麼樣 拿這個信 你很有信心 好 準備扎了 3 2 1 辣椒啊 不過麻辣口味太常見了 我覺得對你來說太簡單了 對吧 對 沒有挑戰性 再扎一次 行 既然公平起見 我們就要給攝像大哥來扎吧 好好好 了解 我去給你轉 天哪 三哥 扎到了薄荷味 可以 試一試 是挑戰吧 是個挑戰 這些都是川式烹飪的重口味擔當 他們與清香的薄荷如何搭配 才能賦予扎魚別樣的口感呢 三哥 我們今天要跟薄荷結合的話 要用哪一種扎魚啊 我們是用小的 大扎魚都大家比較常用 那我們用小的來煮一道菜 我們這兒有句俗話是咱們說的 牛塘裡的扎魚成不了龍 但是我今天就要把它變成一條龍 讓泥塘裡的扎魚化身為龍 三哥看起來胸有成熟 薑蔥水馬位 焯水斷生 起鍋成盤 來 這樣子 我們就來給它定個型 我叫你們把它變成一個龍 頭戴著 頭戴著做著 然後把它切切 好 這樣可以盤起來了 然後是用竹籤 從它的尾巴這兒輕輕地按到 輕輕地轉 手要轉這樣才轉過去 你如果不轉的話 要把肉躲爛 躲爛了就不好看了 對 看 這樣就傳去了 皮滑肉嫩 個頭還小 要讓這些鱔魚盤旋向上 身姿既優雅又挺拔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哥我們現在是不是要給它變龍了 我們現在油炸一次 讓它真的定型 定型之後我們再做下一步 第一次炸油溫不能高 重在加固著龍的造型 第二次炸油溫要生 但鱔魚不能長時間浸燙 離鍋零油才能保證外表焦脆 內心 出鍋 拔出竹籤 小小鱔魚 果然有了那麼點龍的意味 三哥 我們鱔魚也處理完了 但是到現在 薄荷還沒用上呢 我們把臉很優嘛 好 要拿這個嗎 對 用新鮮薄荷葉煉製薄荷油 果然與眾不同 再添一點蘿勒葉 讓風味更有層次 剩餘的薄荷葉輕輕一炸 存一份脆嫩鮮綠 好 三哥 我們現在就煉油吧 鮮是冷鍋下 這個油溫度不能高了 溫度高它顏色就變了 溫火細熬 綠液在沸騰 清香在飄盪 待火候一到 濾出歲月殘渣 只留著沉浸透亮的薄荷油 三哥 我們油也煉完了 現在是不是可以去做扇魚了 可以了 我們請下一步 可以 清香的薄荷油 濃於川式的麻與辣 炸至定型的扇魚 加入了這場麻辣清香的狂歡 最後幾抹翠綠點綴 熱烈之中清新油菜 有興有味的盤龍扇 終於閃亮登場 出鍋了 三哥真的好香 有點介於那個肉乾 然後但是裡面又是嫩的 外皮很酥 對 薄荷在裡面提了一個很清新的感覺 對呀 這就破壞了它的特點就出來了 盤龍扇裡用的都是 身形苗條的小扇魚 藕堂裡捉來的那些大個頭 現在該出場了 我們小時候吃扇魚 就是藕堂邊捉到扇魚過後 那麼就直接就在藕堂邊用火燒了 直接少許就吃了 兒時的記憶 在炭火烤架上被慢慢喚醒 輕輕地刷上一層貨香油 濃郁焦香之外 帶來一點山野的清涼 只需八九分鐘 炭烤扇魚就以皮焦肉脆 這外皮金黃的 然後邊有點微微的捲 在原來的幾小時裡 其實我們要給它調點味 給它辦個味道出來 看似極簡的炭烤 也要有滋有味 青綠的二斤條辣椒 炭火製烤 獨特的胡香混合著香辣 川式燒焦 是炭烤扇魚的絕妙搭檔 三哥你為什麼對這個味型 甚至是一些調料 這麼有研究 你不曉得我們是家傳的 餐飲店已經開了三百一年了 百年了 出傳的 從小都在學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這個 鮮魚 所有的東西都是和上燒出來的 主要的主料和服料 對不對 最終我們把它調味調在一起 就是和上的味道出來了 炭烤二斤條打底的燒焦醬 以濃醇的滋味 包裹焦脆的扇魚 看著就讓人口舌生金 太好吃了 我覺得這道菜特別能代表三哥 你看烤扇魚很傳統 這是你小時候的情懷 對 但燒焦醬又是屬於四川 非常傳統的一個味型 對 這是你家族傳承的底蘊 我們要煮就要把它煮到極致 對風味的極致追求 對於三哥而言 既是一種本能 也是一種自覺 守住傳統烹飪之道 發揮滋味的想像空間 善於只是一個開始 菜刀與砧板 炒鍋與炉果之間 盡數人間智味 元旦片 家鄉好風味 春節片 點味 清明片 春天的味道 武衣片 匠心獨道 端午片 香飄端養 中秋片 家鄉中秋味 國慶片 今秋好風味 四十集美食文化紀錄片 二零二三 未知道 精彩呈現 山水浸潤的綿羊人 有浪漫 有巧思 也有匠人的精心和執著 王成自制工具 只為做出如玻璃般透明質感的耳葉 曾雲金專攻魯味三十餘年 仍在不斷探索一鍋魯湯中的奧秘 羅建平用薄荷鏈油 用竹籤造型 把普普通通的善語 做出了新的境界 生活的詩意不在遠方 就在身邊的一炉一造 一料一味重 這 就是綿羊人的生活智慧吧